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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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佛教的目标就是菩提心 为了度一切终生 为了帮助一切终生 我要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今天来学习修行 这个就叫做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我们前几天也讲过 我们目前还没有到修菩提心的地步 因为这个修行它有磁底 这个磁底非常的重要 我们按照这个修行的磁底一步一步的修 那就一定会有进步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磁底去修的话 那就不一定有进步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在修这个出离心 那我们出离心修完了以后 然后再去修这个菩提心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还没有到这个修菩提心的地步 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 这个大佐的时候 挺可的时候 还有我们每一次 就比如说少像白佛 这样子 每一次这个心闪的时候呢 都要发菩提心 非常的重要 虽然我们没有一个 不一定有一个很表准的菩提心 但是都没问题的 只要有这个造作的菩提心 也是很不容易的 也是非常非常好 只要有这个心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真正的这个菩提心 表准的菩提心呢 当我们这个真正去修了这个菩提心的修法 以后才会有这个表准的菩提心 可能需要一点点的这个时间 这个有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现在 挺可的时候也要 不管是标准的也好 不标准的也好 就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台独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首先发菩提心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听今天的壳 那么今天的壳 我们昨天讲了 上面我们讲过了这个 轮回的痛苦 轮回的痛苦 然后轮回的痛苦 我们就是国区 我们很多人对佛教 就是有很多的无悔 有很多的无界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佛法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很多这个负面的这样子的宣传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佛教有很多这个 产生了很多的这个 无解 比如说我们认为 佛教里面讲 痛苦 佛教是很悲观 然后佛教很小极 这样子的 想法 很多人是有的 那么我们这次呢 正好也在讲 这个轮回痛苦 那很多时候呢 佛教里面讲 整个的轮回 整个的轮回 整个的六道轮回 全部都是痛苦 是充满了痛苦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心腹科研 很多时候就 是会 很多时候这样子告诉我们 那这句话就是 让很多人就产生无悔 那这个确实是佛教 很悲观 很消极 有这样子的这个 如果我们不深入的去了解 了解不到为 的话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 曾经也讲过很多次 我们昨天也就给大家 提过这个问题 其实 佛 他也并不是说 这个轮回里面 没有任何的幸福和快乐 这个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我们 有心 心闪和造罪 有两个这样子的两个印 有 山的淫和有恶的淫 有两种淫 有了两种印 就一定会有两种不同的果 有不同的果 那么 造罪 罪的这个果 是什么呢 当然是痛苦 那么 信闪 闪的果宝是什么呢 是不是也是痛苦呢 那就如果 善 信善 也是痛苦 造罪 也是痛苦呢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 两个都 两个都是一样的 这个结果的话 那为什么叫做 信善呢 为什么叫做 善呢 不就两个都不就是恶吗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个不能成立 所以呢 因为有两个印 就会 自然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果 那 善的果 是什么呢 善的果 那肯定是幸福和快乐 幸福和快乐 如果我们说 这个轮回里面 根本就没有幸福和快乐 那这样子 我们心善 不就是没有勇了吗 所以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佛 不否定 这个轮回当中 有幸福 有快乐 但是呢 佛为什么说 轮回里面没有幸福和没有这个快乐 为什么这么僵呢 这个我们必须要这样子了解 那我们要这样子理解 这是因为 我们世俗的人 我们的教育 或者是我们的先天的这种 这种 这个想法 是什么呢 我们就觉得 这个轮回里面呢 有很多的幸福 我们可以得到 然后呢 我们就为了这个幸福 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些痛苦 都忽略 都不去想 那不去想 但是我们 该面对的时候呢 都要面对的 那我们 比如说 我们想的都是幸福 想的都是幸福 想的都是快乐 然后痛苦 这一面 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思考 这个问题的话 那自然我们也不会去做任何的准备 不会做准备 因为我们没有过度的过度的去想这个事情呢 那我们也没有去没有去做任何的准备 那没有准备的这个这个情况下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面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确实是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办法去面对 比如说我们平时 平时不学佛不修行的人 然后去体检 体检的时候呢 医生告诉我们 就是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只有半年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些这样子的人 那这个心情是什么样子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的 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准备的话 如果稍微有点准备的话 那面对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他 他也许就还是会难过难受 但是呢 他有 他有有有有有办法去面对 他也能够接受 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 这个这个自然的规律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自然的规律 所以他也接受 第一个他可以接受 然后接受了以后呢 他就有有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不管是只剩下三个月或者六个月 也没问题 他可以可以有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已经已经已经 已经遭就有所有所准备 那我们一般的人呢 没有任何的准备 我们一直都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同事 所有的人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只要你去拼命的去争钱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未来是充满光明的 那我们一直都以为是这样子 一直都以为是这样子 根本就没有去想过 这个未来 会有这样子的一天 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思考 根本没有去想 更没有去做任何的准备 那这种情况下 突然 有人告诉我们 一个这样子的意外的事情 那这个对我们的打击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苦 所以呢 就是佛就知道这个问题 然后佛也知道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佛就告诉大家 轮回是痛苦的 希望你们去多思考一下 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痛苦 希望大家面对现实 不要认为我们的未来 多么多么了不起 不是 我们如果我们去奋斗 那么暂时 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 我们所想得到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这些东西得到了以后呢 拥有了以后呢 其实也并不是我们 所想想的那样子 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 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心理 但是呢 我们真正拥有的时候呢 任何一个实俗的 都是不是这样子 都不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这些世俗的名 离等等 这所有东西 对我们的这种游和 对我们的这个魅力 实际上不是它的真正的魅力 而是这个距离 创造出来的一个距离 创造出来的 游和或者是美丽 美丽不是它本身的美丽 而是距离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 只要有距离 我们认为 因为我们不了解它 然后我们就觉得它很了不起 然后我这个时候呢 我想得到 得不到的时候呢 我更加的觉得它有美丽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有距离 有了距离以后 就是产生了这样子的魅力 那么有一天这个距离没有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魅力 游和这些都就渐渐的就消失的 所有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我们没有预料到 我们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老师 他也不会告诉我们这些 然后呢 我们的父母很多时候 也不会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身边的这个同事 同学当中呢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些真相 大家都看这些表面的东西 然后呢 大家都希望未来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我们去追求这个美好的这个未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很多很多圣老病思 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没有去想 没有去思考 没有任何的准备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知所措 非常的痛苦 所以佛就告诉我们 平时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让我们多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是 实实在在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存在的东西 都是存在的东西 我们这样的生老病思 还有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人的 人的这个八种几本的痛苦 哪一个是不在我们生活当中 哪一个不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 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一个都跟我们有关系的 跟我们都有关系 所以佛就是说 当这些东西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去做好准备 我们必在这个轮回当中活着 必须要有危机感 必须要有危机感 没有危机感 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准备 我们想的特别特别好 我们认为 这个 我们认为这个幸福 只要我努力一定会有幸福 我怎么怎么样 我们把一个很小 像芝麻一样的这个幸福 我们把它说成是像西瓜那么大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这个 所有想法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呢 实际上 我们想象当中的 像西瓜这么大的东西 我得到我们的手里的时候呢 它没有像西瓜那么大 它只有芝麻那么大 那 为了得到这个芝麻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幸福 然后我们要克服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 克服很多的困难 虽然是没有 虽然只有像芝麻这么大 但是呢 要得到这个芝麻这么大的东西 也要付出很多很多 也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除了这个 我们要付出很多心血以外 还有我们啊 造很多很多的业 那杀到淫亡 这些都有 那这些都 所以佛觉得这个确实是不划算 所以呢 就佛就是非常的早急 佛一定 他认为我一定 我有责任 一定要把这个真相 告诉大家 其实不是这样子 大家不要激动 大家必须要静下来 大家冷静一下 那静下来 再去面对现实 我们要正视这个生活和人生 不要把它梅滑 不要这样子自欺欺人 这样子的话 我们最后 本来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机会 我们做任何的准备都来得及 都来得及 但是呢 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这种说法 这种想法 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机会 都最后都没了 都没了 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切都来不及 所以我们要面对现实 要去思考 有两种方法 两种方法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不是去思考 而是我们亲身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 实际上 佛教讲过很多次了 如果我们这个面对这些人生的这个痛苦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这个态度就改变一下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些痛苦这样子的话 那么痛苦不一定是很坏的事情 它有很多很多争免的东西 它有很多很多有价值的这个这个方面 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面对痛苦的方法以后呢 然后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宰难 各种各样的这个苦难 虽然是很痛苦这个感受 这种感受是不是我们很欢迎的感受 比较大家都比较不喜欢的感受 那他的感受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感受 感受的背后就有很多的有用的东西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确实是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以后呢 我们懂得从此以后我们懂得关心关癌这个苦难的人 当我们发现有人就是遇到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苦难的时候呢 我们懂得去帮助他们 我们懂得去帮助他们 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 他为什么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等等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就在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学到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学到了这个面对痛苦的这种方法 然后呢学了以后呢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训练 稍微有一点功夫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啊这些 呃痛苦啊 当我们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 确实是非常轻松的啊 就裹了非常轻松的就就解决了 尤其是啊 尤其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啊 精神上的痛苦呢 就是很容易啊 很容易这个解决的 把我们的意识心态改变了以后呢 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啊 一下子就消失了啊 一下子就消失了啊 相比之下呢 我们的肉体上的这些痛苦呢 没有那么的容易 我们改变一下我的心 意识心态它就不同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子啊 稍微要难一点 但是呢 精神上的这些痛苦 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以另外一种态度啊 另外一种心态来面对啊 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 那么另外一个这种态度或者方法 我们学到了以后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害怕的 这个圣老宾思 这四个啊 这四个子啊 在这种人的面前啊 都不是什么很痛苦的啊 当然我们普通的人没有这样子的方法 那我们很痛苦啊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啊 给我们就推出一种啊 一个这样子非常非常有效的啊 有效的方法 那这个是我们首先我们要去学 学好了以后呢 要搭着啊 一定要搭着啊 搭着了以后 然后啊就在我们搭着精下来思考 因为这个 为什么一定要全部都搭着呢 因为这些思考啊 这些这些这些方法啊 这些方法都是思考啊 都是用我们的心去思考啊 那么所有要思考的东西啊 就是必须要精下来思考 如果我们的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杂联 在这个时候去思考 那思考的小国啊 不是很好 这个不仅仅是学佛修行啊 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子 我们学习啊 这个工作呀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心不 如果我们的心不平静 学不好 左不好 都是这样子 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么这些 大的这个思考的这些 必须要在 必须要在比较好的环境 比较比较平静的这个环境 啊 当中去这个 去去去思考 这样子他的小国比较好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感觉啊 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呢 那那个时候就不一定啊 就是以大做的心事 而且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 我们呃都可以去思考 那都可以去思考 我们每一天啊 看到的时候 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些 呃新闻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些信息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都可以作为 啊 这个 作为一个修行 啊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资料 那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好 我前进 我们啊 昨天和前天 给大家再三的讲过啊 我们这一次的修行呢 虽然是需要这本书啊 虽然我们根据这本书去修 但是呢 这个不能全部按照这个 这本书啊 这本书给我们制了一个方向啊 只告诉我们一个方向性的引导 那这给我们了一个 这给我们一个框架 也就是一种一种思维的模式啊 思维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里面呢 然后我们用很多很多 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啊 所看到的 所经历到的 所听到的 所有的这些这些啊 实事我们都可以以这个模式啊 把它变成啊 把它变成一种一种修行啊 平时我们啊 也每一天也就 也就看到了这么多的信息 这些我们都知道啊 但是呢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思维的模式 所以这些都不叫 都不叫修行啊 我们看到了这些信息 以后呢 就裹了 我们没有再多的去关注 再多的去思考 所以它就是不能不能成为一种修行 那现在呢 我们啊 用这本书里面这样的这个模式 去思考这些问题 思考的内容呢 还不就是我们啊 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 这些这些事情啊 但是呢 模式不一样 以这个模式去思考的时候呢 这些这些都是都变成了啊 最后都变成了 这个啊 都变成了啊 修心啊 都变成了修心啊 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然后我们翻了翻覆的去思考 比如说我们 打坐 打一个小时啊 打一个小时 那么 在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啊 有些时候啊 就我们思考的时候就是那心很疲惫 那很雷啊 不像思维啊 在思维的时候呢 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小国啊 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 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休息 那休息 休息 怎么样休息呢 那是不是我们就停下来结束这个大坐呢 也不是 还不是 那我们就是大坐 但是呢 不去思考 不去思考 我们不去想任何的事情 我们让我们的打脑 停止工作 不专动 停止工作 不运转 让他 让他达到一个 停止的这个 这个状态 实际上我们 实际上呢 实际上也不是大脑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里 不要去想什么 不要去思考这些 这些 包括我们这个 人生难得啊 痛苦啊 什么都不要去 不要去想 就静下来 就静下来 没有任何的这个思维 没有任何的杂念 一个非常非常轻松的这个状态当中 状态当中就就就就转珠 安珠 安珠 安珠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都可以的 这个叫做禅丁 这叫做禅丁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观察观察 自己的心 什么叫做 我们的心啊 我们的本心 我们的医师啊 到底它是什么 那这叫做观心啊 观心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心的本质 叫做观心啊 我们的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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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痛苦啊 有两种 一个叫做轮轻轻的痛苦 另外一个就叫做轮轻通苦的禅顶啊 那轮轻轻轻轻通苦的禅顶就是 在这个中间啊 在这个中间啊 比较累的时候啊 就静下来听一听啊 就可以 然后休息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又进一步的去啊 进一步的去思考 啊 昨天我啊 昨天也给大家讲过 有些时候啊 我们虽然是非常认真的啊 非常认真非常的专心的去思考了 这些这啊 这个书里面讲的 还有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所看到的等等啊 我们都去思考了 嗯 但是呢 没有任何的感觉啊 没有什么感觉啊 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就在大脑里面过了一遍啊 过了就过了 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 这个影像不深刻 啊 这样子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实际上这个就叫做大脑啊 没有太多的这个效果啊 大脑没有效果啊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啊 我今天也没有效果 明天也没有效果 这样子很着急啊 但是不用着急啊 不用着急 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嗯 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呢 根本就不可能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 根本不可能 那如果 如果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 一周两周 一个月 两个月 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呢 那也许是我们的 业障比较神啊 神中 所以我们 呃 忏悔忏悔 呃 修修菩提心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业障身中的话 其实我们呃 如果不呃 就不去修呃 其他的这个忏悔的方法 知修这个菩提心呢 呃 知修这个轮回的痛苦 也可以的啊 也完全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有些时候就修一修金刚撒多的修法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可能也有也也比较啊 有有帮助的啊 比较有帮助 所以我们这样子这个思考啊 要思考 那思考的时候呢 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啊 我们昨天讲过了人类的这个 把个不同的这个呃 痛苦 我们每一个痛苦啊 不是我们大做的 不是我比如说我们大做一个小时的话 这一个小时当中啊 是不是把这个把个痛苦都要去思考呢 不是啊 不是我们在这个一个小时当中呢 就就去思考这八种不同的痛苦当中 就其中一个啊 就可以生老病死啊 等等就某一个都可以的 就把一个啊 痛苦我们啊 就比如说我们一种啊 就是一种之内啊 只思考一个啊 一个修法 比如说死亡的痛苦啊 这个啊 这个病苦啊 等等就某一个某一种痛苦 我们反复的去啊 去思考啊 这样子也可以的啊 这些都是呃 比较灵活的呃 安排呃 就就就可以啊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啊 这八种痛苦当中啊 有些痛苦 有些痛苦 某一种痛苦对自己的感受 啊 比较神啊 比较深 然后其他的这些这个痛苦呢 我们去思维的时候呢 这种感受没有那么强烈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啊 对自己感受比较深刻的啊 比较强烈的 这种这种这种修法 我们可以反复的去修啊 这样子都都可以的 希望大家也稍微要认真啊 稍微要认真一点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啊 这个呃 修法呢 呃 要绣啊 一百五十个小时啊 啊 以上啊 也就是说 呃 基本上就是我们坚持啊 一天啊 一个小时啊 一天一个小时 这个要求不搞的一天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现在啊 就是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啊 八月份 这五个月啊 这五个月 我们就绣这个轮回的痛苦啊 那么五个月 每天一个小时啊 每天一个小时啊 更多有 如果更多的话呢 当然当然 当然很好的啊 直烧 直烧是一个小时 那这样子就是一百啊 一百五十个小时啊 尽量的完成 尽量的完成一百五十个 五十一百五十个小时啊 这样子 呃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绣了一百五十个小时 以上的时候呢 啊 一定会有一个 对这个 对这个轮回啊 一定会有一个 呃 正确的人时 呃 正确的人士 人士 还有一个啊 对这个轮回的痛苦 一定会有一个啊 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 呃 比较深刻的呃 影像 呃 这样子 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 都要去思考啊 我们呃 佛教教轮回的痛苦 我们很多人觉得 这个不会是这样子 会有幸福啊 啊 我们刚才讲过 幸福是有的 但是很多很多都是痛苦 尤其是我们啊 呃 因为我们的 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啊 这种生活 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不健康的这个生活啊 呃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 渔望啊 啊 某些人的渔望 这个世界上能够操作全球的这个啊 这个经济啊 这样子的人能够操作的有这样子的能力的人 他们的渔望啊 他们的渔望啊 他们的渔望就是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渔望的源头啊 然后他们的渔望就激活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渔望啊 他们的渔望就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啊 各种各样的光稿 各种各样的手段啊 就是啊 启动了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啊 所有人的渔望 然后呢 我们全世界所有人每一个人的这个渔望啊 都在无限无限的这个膨胀 嗯 无限的膨胀啊 在这种过程当中呢 然后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就是越来越快啊 然后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每一个人啊 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 要完成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 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是集结化 都是用电脑来完成啊 按理来将我们国区啊 就几百个人要要几百个人 几个月的这个工作量啊 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个电脑啊 短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完成的 按理来说我们啊 现在的这个工作是很轻松很轻松的啊 但是不是反而我们更加的忙啊 更加的忙 用了这么多的集结化的东西 用了这么多的电电脑啊 但是呢 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啊 不但是啊 不但是不休闲 而且越来越忙啊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欲望啊 就是越来越增长啊 这个无限的膨胀 它是远动力啊 它推动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啊 这些这些东西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大家都告诉的云转 在这个告诉的云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感觉不到啊 心腹 感觉不到心腹啊 我们现在更加的感觉不到心腹 本来这个轮回当中的心腹 是不是很多的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欲望 然后我们也不去控制啊 然后呢 那稍微啊 比如说稍微某一种宗教或者佛教啊 让我们去控制欲望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这种这种啊 这种要求或者是这种方法上面 我们贴很多很多的表钱啊 这样子最后呢 也就不坚也就不起作用啊 最后我们的这个欲望呢 完全彻底的这个失控啊 失控啊 失控了以后呢 我们有再多的钱 有再多的这个物质 拥有的再多 也是没有没有没有勇的 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增长 然后我们感觉不到心腹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啊 我们从小学或者是从幼儿园的时候 就开始面对压力啊 我们可以看看啊 就是这两年这么多的学生啊 条路自杀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们自杀的时候 他们所留下来的他们的这些遗述啊 看看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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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话啊 最近也不就是一个理事的一个理 理事学的一个填才 一个学生不就是自杀了吗 那他是他他说什么呢 他说未来啊 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啊 未来为什么没有吸引力呢啊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他这么的聪明啊 这么聪明 他是填才啊 他为什么应该是从我们世俗人的表准来讲的话 他应该有很美好的未来啊 那为什么他说 他为什么说未来对他没有吸引力呢 他就是感觉不到这个幸福 幸福在哪里 他不知道钱他有可能赚很多 但是呢 他发现钱啊 不一定能够给他带来幸福啊 那这样子 当然这个不是所有人的想法是这样子 但是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的这种这种这种想法是这样子啊 那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面临啊各种各样的压力 然后呢毕业了以后呢要去找工作 不好找工作啊 要找一个很好的工作更难啊 即使是找到了啊 即使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但是呢这个工作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压力是什么 即使是我们可以到纽约的华尔街去工作啊 可以拉很高很高的薪水 但是呢也要面对很大的大的压力啊 很多人晚上都只能水只水死个小时啊 华尔街很多人的想法就是百灵搞机百灵的想法 就是像年轻的时候赚钱啊 赚狗了以后一辈子的钱赚狗了以后呢 再去啊享受啊 但是呢要分斗十年二十年这样子的时间啊 然后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是进入华尔街去上班啊 四十五岁的时候就出来了 钱赚了很多 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拼命的奋斗 凹野啊 那这个这个时候身体啊 学历很高 但是人的身体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是啊 不健康啊 或者是亚健康 那么四十五岁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 那么人生啊 还剩下多少时间呢 已经不是很多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啊 这个人的真正的心服啊 真正的心服在哪里 我们确实是啊 确实是不是不不太清楚啊 那么难道我们人真的是没有过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吗 当然不是了啊 当然不是 如果我们学到一些东西啊 用这个强大自己的内心啊 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啊 华尔街很多搞机的白领也说 华尔街虽然可以可以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钱 但是很多人说这个地方不是真正人生活的地方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压力很大啊 压力特别的大 所以我们啊 这到华尔街去工作 这个是对全世界所有的年轻人的梦想啊 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但是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子啊 他也是这样子啊 我们比如说学啊 我们每一个学生全世界的学生的梦想就是要靠上哈佛啊 但是呢哈佛45%的学生也是抑郁症啊啊 也是抑郁症啊 所以这些都不是那么不是我们所相想的相想的这样子啊 所以真正的幸福啊 真正的幸福啊 真正的幸福 如果是我们啊 自己啊 懂得生活的话 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啊 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可以可以感觉到幸福啊 很多时候这些跟金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生活的话 那现在的很多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 幸福我们越嘴啊 就是越圆啊 嘴不到啊 幸福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啊 在这种时候就是尤其是现代这种生活当中呢 这种高压生活当中 我们啊 越来越啊 感觉不到这个幸福 那么这是人间啊 最美好的地方啊 最美好的地方 这个地方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其他什么地方有幸福呢 啊 没有幸福科研啊 所以呢 佛告诉我们做好准备啊 多像一像这些浮面的这些啊 这些东西 多像一像啊 浮面的啊 浮面的像西瓜这么大的浮面的东西 我们把它说成是像芝麻这么小啊 然后像芝麻这么小的啊 正面的幸福等等 我们把它放大啊 什么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小极啊 不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这个北观啊 而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积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发现啊 轮回是痛苦 然后我们又发现啊 这个痛苦是可以解决的啊 可以超越的 嗯 啊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稍微用功啊 稍微用功的话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而我就可以超越这个这个痛苦啊 可以突破的啊 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去为了这个事情会奋斗的啊 我们有了一个我们有了一个更充高的目标 有更充高的追求啊 除了吃喝玩乐 除了这些食俗物质的这些东西的追求以外 我们发现了有个更高的东西可以去追求 所以人就变得更个更加的这个乐观 他觉得啊 虽然这个轮回很痛苦啊 有很多很多的生老病死的痛苦 但是没关系 只要我用功 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 所以他很乐观呢 很乐观 然后呢 也很积极啊 比如说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啊 他认为人死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啊 一切都结束了 那这样子的话 一个人啊 活到七十八十岁这样子的时候呢 追求什么呢 就只有等死 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 这种人生观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小极的人生观 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呢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追求 很悲观 很小极 但是佛教讲的啊 这种这这这这种轮回啊 这种这种人生观啊 告诉我们人的一生不是这么容易就结结束了啊 他不是结束啊 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啊 然后只要我们抓住这些机会啊 去奋斗的话 虽然人生很酷 但是呢 我们有办法啊 我们可以总可以拜托这个轮回 我们可以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去啊 不但是我可以走出去 而且我还回来 还还可以让更多的人啊 这个从轮回当中啊 走出去能够解脱啊 那这样子以后我们我们用了这些简洁啊 用了这些人师以后呢 我们一定会变得啊 更加的啊 这个积极和更加的这个乐观 那所以首先我们要去了解啊 了解人生的这个啊 痛苦啊 这样子以后呢 有危机感 有了危机感 我们一定会做好准备 如果做好准备 到时候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解决这些问题啊 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希望大家啊 我们这些啊 这些思维啊 上面呢 啊 用功 好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人的啊 痛苦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就思考一下 啊 这个 动物的啊 动物的痛苦 嗯 那动物的痛苦呢 过去啊 我们不是很了解啊 动物的这个这个痛苦啊 佛教里面呢 就讲 讲了一些啊 动物的这个痛苦啊 西方的这个西方哲学啊 或者是西方的某些宗教啊 他们认为啊 尤其是这个西方的啊 西方的这个 呃 哲学 像笛卡尔啊 他们认为 动物啊 动物是没有灵魂啊 没有医师 然后呢 没有这个 呃 没有感受啊 他感受不到 这个 呃 这个 他没有痛苦和 这个快乐的感受 他就像一个脑中一样 我们把它上跳了 呃 呃 脑中啊 盯了时间 到时候啊 到了时间 他就会想啊 呃 同样的我们去 大这个啊 去去去 折磨这些动物的时候 他会惨嚼 但是呢 这就像脑中一样啊 都是一个集结化的东西 呃 这是谁讲 这是笛卡尔讲的 啊 完全是错误 绝对的这个错误 我们今天啊 很多很多的科科科学技术 已经证明啊 动物就跟我们人啊 一样啊 呃 跟我们人一样 他有痛苦和快乐的啊 这个 这个感受 而且很多很多 这个动物啊 他就像海豚啊 这样子的动物 他的啊 他的这个 呃 他的这个 智商 也就是可以达到像八岁的小孩的这个 呃 这个 这种 这种程度啊 不仅是这一点 还有很多的这个实验 证明啊 动物有干收 动物有衣食 这样子 呃 但是佛教啊 就是他从来都不是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就讲 佛 就讲这个 呃 动物的感受 呃 佛教就讲 动物实际上啊 他只不过没有 没有表达的能力而已啊 他只是没有表达的能力 实际上 痛苦和快乐的这种 干收呢 呃 动物也跟我们人类 是一样的 呃 一样 那么呃 动物的这个 这个这个啊 干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呃 这个就施机到这个 轮回 呃 轮回 我们昨天也讲过 我们 现在我们是人啊 呃 这一辈子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啊 呃 变成一个懂物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下一辈子啊 呃 我们是什么 确实是不好说 呃 呃 我们无理学就讲一个叫做物质不灭啊 物质不灭啊 物质不灭 比如说这本鼠啊 这本鼠啊 构成这本鼠的啊 物质 它是原子 粉子啊 这些 这些东西 嗯 然后这些 这个鼠呢 呃 可以呃 消失 可以把它回掉 呃 但是呢 构成这本鼠的原子 分子 它们呃 没办法回掉 它们这本书啊 回掉了以后 它不是一本鼠的时候呢 这些原子分子 它不是一本鼠的心事存在 但是呢 它就是另外一个某一个东西 另外一种物质啊 另外一种物质的心事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叫做物质不灭啊 叫做物质不灭 同样的我们佛教将这个 这个生命不灭啊 生命不灭 嗯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 就是依一个人的身份啊 一个人的身份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地球上啊 然后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们有可能 以另外一种啊 生命的行事啊 出现在这个地球上 比如说天人 嗯 啊 东吴啊 等等啊 这些都是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啊 万一我们不小心啊 这一生当中 我们没有好好修行啊 然后呢 呃 我们的过去的这个 罪过或者是这一生当中的 煞到阴亡 这样子的罪过 没有忏悔清金 没有忏悔干金的话 那下意识呢 有可能啊 我们有可能就变成啊 变成啊 变成啊 这个动物啊 变成一种动物 嗯 嗯 所以呢 我们有有有必要去思考啊 啊 动物的痛苦啊 也就是说 万一我们变成了一种一种 某一种动物的话 那动物的痛苦是什么样子啊 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动物的痛苦啊 那佛教里面讲这个动物呢 他讲了两种动物 一个啊 一种动物是 呃 是这个分散的啊 分散的动物 就是路 这个陆地上的动物啊 另外一个就是 大多数的这个动物呢 都在海洋里面生活啊 佛教就讲这两个 两个这个这个动物 那么他也就比较详细的讲了 那比较详细的讲了这个 动物的这个 呃 痛苦啊 比较详细的描述了 那那么动物的主要是 主要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 呃 动物的痛苦 野生动物啊 野生动物的痛苦呢 就是他们的相互之间的这种残杀啊 这是野生动物的最大最大的这个痛苦啊 啊 野生动物因为他经常就遇到这个呃 生命的威胁 所以呢 他就是喝一口水啊 吃一口草啊 草食动物 这样子的时候都是都是心进不下来 心进不下来 非常的恐慌啊 他就是日日夜夜都是恐慌 他就在一个高度的紧张 恐慌啊 这个当中 神火 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啊 这个我们野生动物看得看得出来的 很多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子啊 高度紧张啊 他内心的痛苦是相当相当啊 相当大啊 呃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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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有这是啊 遇到这个相互的这种残杀啊 这个很残忍的 非常非常残忍 这是他们的痛苦啊 那么这个呃呃呃 大约们的前行里面呢 他也就讲了一些呃 海洋动物 还有其他陆地动物的 就相互之间的残杀的一些一些一些 这个情况 简单的描述了啊 但是我昨天讲过啊 我们就是不要不要不光是看这本书啊 我们要度这本书 要看这本书 要了解这个模式思维的模式 我们要了解好 但是更重要的呢 呃 我们要去看啊 这个呃 呃 国家地理杂志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排的各种各样的 呃 这个 纪录片 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些纪录片啊 这些纪录片 我们必须要去看啊 昨天有师兄提问题的时候 就问我 这些纪录片的名字叫什么呢 呃 有一个纪录片 我昨天讲的这个两种呃 呃 纪录片 一个就是描述这个人类 比如说像非洲啊 呃 中东啊 呃 这方面的这个纪录片 呃 那另外一个就是东吴方面的 东吴方面的我以前看过很多 呃 其中有一个呃 影响很深刻的叫做 中纪杀手 呃 中纪的杀手 呃 最最最厉害的杀手 呃 呃 就是这样子的碟片 我们可以往上 可以搜索 呃 呃 有可能我们看不下去 呃 但是呢 必须要坚持 必须要看必须要了解 呃 看的时候呃 呃 呃 看的时候呢 呃 就是心情呃 呃 呃 看完了以后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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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生活的习戒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当中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动物的这个痛苦是什么样子 那相互之间的这种残杀 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我们多了解一下 还有一个呢 除了野生动物以后以外 家养的动物 主要是我们人 用来让他们干活 比如说过去的话 云熟 还有不仅仅是过去 现在也很多地方 都是把动物 当做这个云熟交通工具 这样子 然后呢 经常这个用来 做这个云熟的工具 最后呢 很多的比如说 马 驴 等等牛 背后 因为背后长时间 这个云熟 背后就是身床 受伤 实在是不能勇的时候呢 最后是什么样子呢 最后把他们送到屠宰场里面 这个我们人类的做法 都是这样子 我们就发现 他不能勇的时候 不能勇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是不是 把他放生了 是不是给他治病了 根本就不是直接就送到 直接就是送到屠宰场 直接送到屠宰场 或者是他们自己在杀 吃掉 吃掉了 让他们一辈子都是给干活 让他们干苦货 为了人类赚钱 一辈子都是这样子 跟敌 晕熟 这样子 让他们赚钱 但是通过东吴 所赚到的钱 最后就是他们 东吴呢 一分钱 他都得不到 他得不到 一分钱都得不到 全部都是被人类 涌了 然后最后就是一辈子 有些 有些牛啊 妈 就是这个干 这种 这种除火 干这种苦火 一辈子 最后老了 老了 不能在有没有这种 这种啊 不能在在这个干活的时候呢 然后呢 啊 就是送到这个屠宰场 啊 我们 人的这种做法啊 都是这样子啊 那这些我们也得要去了解 了解一下 然后呢 要去思考 思考的时候呢 我们昨天啊 讲过了 这个思考的方法 有两种方法啊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们 不是把自己 观想为一匹麻 或者是一头牛啊 而是我们去了解啊 牛 妈 啊 还有其他的动物啊 啊 他们的痛苦 我们去了解 嗯 去了解 这是一种方法啊 了解的方法 我们刚才讲 这个啊 野生动物的这个 这个痛苦是什么样子 我们去看这些 这些纪录片啊 另外一个假扬的 这个动物 比如说鸡 鸭啊 啊 这些 这个他们的痛苦 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些纪录片啊 网上的这个食品 我们可以了解啊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 就叫做地球公民啊 地球公民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 大家都看过 有多少人看过 地球公民举个手 啊 我们三分之一的人 看过了这个 这个地球公民啊 地球公民 然后呢 我们三分之二的人 还没有看啊 地球公民啊 那么我建议 我们今天 在座的啊 大家都去看一下啊 地球公民啊 地球公民这个 有碟子 那我们网上可以直接看 啊 上一次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但是我们很多人 还没有来得及看 没关系啊 我们 有时间的时候 啊 去看一下啊 我相信很多人 啊 就 看到一把的时候呢 可能 呃 看不下去啊 看不下去 但是呢 必须要看完啊 必须要看完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才才了解 我们人类啊 怎么样对待这些动物 啊 很清楚的 然后呢 这些疾啊 在扬鸡上的时候呢 还胜不如死啊 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虐待啊 人类这样子这个非常过分的去虐待啊 这些动物 他们不认为啊 他们不认为这些这些不是理论上啊 理论上他们也许相信啊 这些动物啊 是有感受啊 是有情感的啊 理论上也许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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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 但是呢 实际上 感觉上啊 感觉上 他们把这些这些这些脊鸭 没有当做一个生命来对待 而且把它当做一个食物啊 当做一个食物来对待啊 比如说土豆 萝卜这样子的这个食物来对待啊 然后他们没有什么这个在在这个洋鸡场啊 还有这些屠宰场啊 工作的人麻木了以后呢 啊 然后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感觉 那他收下的这个他他不认为是一个生命 他认为这是一个东西啊 这样子以后呢 这些啊 这个这些这些这些动物啊 痛苦是什么样子 大家去了解一下啊 那么万一我们这一辈子啊 就吃了很多很多的动物啊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不是现在啊 不是现在啊 我想我们少数人可能现在也在吃 但是我相信我们啊 可能应该是不不不会再吃这个火的啊 我没有要求大家啊 吃素 但是呢 火的东西我们不能吃的啊 火的海鲜也好什么也好 火的也就是说不能电杀啊 不能电杀啊 我们佛教徒啊 见罪不能电杀啊 能够吃素 那当然是非常好了啊 佛教就是尝到吃素啊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 从我们健康啊 环保啊啊 各方面来讲啊 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暂时啊 做不到的话 也也也也也没办法啊 但是必须要 必须要做到这个不天上啊 那这样子我们去了解一下去看一看这些这个纪录片啊 然后我们就了解了这些动物的啊 这个食养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 最后再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是什么样子 那国外就有动物动物有动物法啊 必须要有人道的方式去栽杀啊 在云树的过程或者是食养的过程当中 不可以略带有这样子的法律 但是呢啊 很多人还是啊 还是很啊 很很残忍 不是很人道的方式去啊 这个这个栽杀 这些问题全世界到处都有的啊 那么这些动物啊就呃面临这么多的这些这个这个痛苦啊 家养的动物啊 还有一个不管是野生的家养的他们的公同的啊 这个这个痛苦是什么呢 啊就是动物都是很愚昧的啊 大部分的动物都是很愚昧的 所以他不懂得呃思考未来啊 大部分的动物不是说全部啊 也并不是说我们呃所有的动物啊 也不并不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思考未来啊 当然也不是这样 他们也会思考他们的未来的 但是呢 不像我们像人类啊 这样子我们成佛呀 解脱呀等等 这个他们没有 所以啊 动物就是没有这样子的选择的机会 所以动物都是这个啊 比较比较愚昧的啊 这是他们的啊 这个公同的啊 痛苦啊 那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啊 动物的痛苦 动物的痛苦 那这个时候呢 我刚才讲了两个方面啊 一个方面呢 我们去了解啊 动物的痛苦 然后我们大做的时候啊 大做的时候呢 首先我昨天也讲过了 我们先看这些纪录片啊 没有大做之前就看这些纪录片 然后把这些纪录片内容啊 记下来啊 然后大做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再去想啊 这个时候我们不看啊 不看熟啊 也不看这个不看这些碟子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思考啊 思考这些动物的这个痛苦 那每一个痛苦 他们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每一个啊 这些动物的痛苦 我们去思考思维啊 回忆 回忆啊 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一个回忆啊 那这样子我们了解 动物的痛苦 这是一个方面啊 一个方法啊 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另外一个方法呢 我们不仅仅是去了解他们的痛苦 而把我自己啊 观想为一只鸡 或者是一头竹 然后呢 再想一想啊 如果我是啊 这个养鸡场里面的一只鸡 或者是我啊 如果是这个啊 是一头竹 屠在场里面的一头竹 一头牛啊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啊 有一天要面对这样子的痛苦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去思考 然后思考的时候啊 人真非常投入的时候啊 是非常投入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里啊 一定会呐生 很大的这个 很大的这个 一定会呐生 很大的恐惧感啊 一定身上的鸡皮鸽 打得出来啊 有些时候就达到这种小锅啊 但这个不是每一侧都是这样子啊 很多时候寒毛树立啊 热泪银狂银狂啊 又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小锅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想想 接下来去想想 这个时候不要再激动 接下来想想啊 我实际上我不是员成了动物 只不过我把我观想为动物而已啊 那我只是观想一下动物啊 那这个翻译都这么强烈啊 这样子的话 那么有一天我真正变成动物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啊 这个时候呃这样子去思考 这是一个思考啊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懂得 我昨天讲了这些思考啊 有五种结果 五个结果啊 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结果是什么 我们就很害怕 非常的害怕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思考 那为什么啊 那那我怎么样啊 不变成动物 这些动物为什么变成动物 我怎么样不变成动物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去思考啊 因为这些动物 它为什么是动物呢 因为他们国取遭了野啊 它现在是变成动物 那我怎么样不变成动物呢 那我就从此以后我不遭野啊 然后呢 我现在就把国取的这些啊 国取的这些追国 我要去忏悔啊 忏悔 当下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一个简单的这个忏悔啊 这是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嗯 然后第二个呢 啊 我们就会啊 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啊 我刚才啊 就是光是这个观想一下啊 仅仅是广想啊 我都这么害怕啊 我都这么害怕啊 我都这么害怕 那真正就 真正 啊 面对这个 这么大的痛苦的这些 终生啊 啊 他们有多大的痛苦呢 我们去思考一下啊 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这些终生 一定啊 会 产生 慈悲心啊 慈悲心 我们发自类性的 希望这些终生 离苦啊 这就是北心 然后呢 我们发自类性的这些动物啊 啊 得勒啊 啊 这叫做呲啊 然后就有慈悲心 这是第二个啊 这就是第二个这个结果 第二个结果 这个时候就有了 然后第三个结果 就是回乡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行闪啊 我希望他们离苦得了 光是喜亡 没有勇 我要采取措施 应该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啊 那么实际的行动是什么呢 我不可能到地狱里面去 救赌他们呢 我们也不是 地藏网扑杀 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我目前不可能的 嗯 那我现在能做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行闪啊 行闪 给他们回向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懂得回向 这是第三个啊 第三个结果 然后第四个呢 啊 第四个就是处理心啊 第四个就处理心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轮回这么苦啊 东吴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啊 这么这么难忍的这个痛苦啊 那我千万不能 啊 啊 躲这个东吴啊 我千万不能再轮回啊 啊 为什么呢 如果再轮回的话 那我也说不定啊 下一次就变成啊 变成东吴 这个啊 很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啊 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 我不要再轮回啊 啊 我一定要想办法 超越轮回 我一定要从这个轮回当中啊 要走出去 我一定要解脱 嗯 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啊 这个时候 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啊 然后就有了处理心了啊 这是处理心 然后第五个呢 最后就有菩提心啊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啊 我一个人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去了 也不行 还有这么多的终生啊 这么多的终生 那么我走出去了以后呢 我一定要回来啊 让这些终生也要啊 也让他们从轮回当中走出去 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嗯 那这件事情我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要成佛啊 成了佛我可以才才才可以做到啊 最后就有了菩提心啊 这是我们简单的去思考了一下 动物节的痛苦啊 如果效果比较好 比较投入 比较到尾的话 那简单的一个思维 最终的结果就是有五个结论啊 五个结果 五个结果啊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每一次的这个 这个啊 大作都达到这都达到这样子的小工啊 不一定的 中间的功能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大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都没有这样子的结果啊 有可能但是没问题的啊 只要我们能够减持啊 有耐心啊 那就是总总总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啊 要相信自己啊 因为这条路是成千伤亡的人啊 揍过的路 成千伤亡的人揍了这条路啊 后来成功的啊 都是这样 只要我们有这个有有有耐心 那那我们一定会做做得到的啊 做得到 暂时做不到 这个没问题的啊 所有的过去的这些修行人啊 他们也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每一做大作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啊 都不是的啊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困难 但是呢 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 最后啊 最后呢 他们做到了啊 成功了 那我们也一定会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 认真地去这个啊 去去去思考啊 认真地去思考 我们刚才讲的啊 非常投入 比如说我刚才要给大家揭示一下啊 我为什么说按照这个书的模式去做的话 编成一个修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不修行的时候啊 我们去看一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排的啊 这些动物参杀的镜头啊 或者是我们在电视上啊 很多时候也播放这些动物节啊 动物的生活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节目啊 然后特别特别的难过啊 特别的伤心啊 特别的恐惧啊 能够啊 这个 人类殷狂啊 达到这个效果啊 但是过了以后啊 就没有啊 过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惭悔啊 什么都没有啊 这种 这 达到这个啊 达到这个这个程度 我们不修行的人啊 也也是可以的啊 很多人也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他这种他这种啊 就不能成为他这种难过就不能成为一种修心啊 他没有这种模式啊 那我们也要按照这个 根据这本书啊 只有一个框架 框架是什么呢 我们特别特别难受啊 特别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激动 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去思考啊 思考什么 他们为什么啊 面临这样子的痛苦啊 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啊 那我现在没有 这个是不是代表我永远都没有啊 这些啊 然后呢 懂得这个回乡 懂得忏悔 懂得离苦得了 等等等等 和面啊 就是光是看一部纪录片 然后就给我们带来无中结果 那这个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树的啊 引导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五个结果 五中结伦啊 那没有这种树啊 没有这种方法啊 没有这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结伦啊 这是我们看了觉得特别惨人 特别的学心啊 过了没有没有没有什么 有了这种方法以后呢 啊 然后就我们 我们停下来去思考 思考的时候就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得到了五个 五个啊 这个结论 其中一个是我们最需要的啊 至少我们 现在的这个阶段啊 当中最需要的一个 是处理心啊 处理心 我们为什么要去修人生难得 为什么要去修死亡无常 然后为什么要去思考 这个轮回的痛苦呢 就是要达到啊 这个处理心啊 就是就是要让我们啊 从这个轮回当中啊 啊 就是就是就是让我们啊 下决心 从轮回当中走出去 就要达到这个 这个结果啊 那 这个思维的方式是特别的重要啊 那只要有了这个方式啊 只要有了这个 这个模式以后呢 然后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都用来用来修啊 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稍微投入一下啊 至少要一百五十个小时啊 一百五十个小时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啊 反正就是像像真的想修心 真心的想修心的一个这样子的人来说 一天啊 一个小时 这个要求不要求 要求是不过分的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啊 比如说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特别的忙 出差非常的不方便 那没问题 我们今天没有修 没关系 明天啊 就修两个小时啊 就不起来啊 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觉得明天我要啊 要出差 确实是不方便这样子 那我今天啊 就修两个小时啊 明天可以不修 嗯 都没问题的啊 两天三天啊 连续啊 没有时间也没问题 我们很多人问啊 我这个修心中间简短了 简短了 那我继续修的话 有没有效果 当然有效果了啊 继续修有效果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完成啊 要完成这个 这个呃 一百一百五十个小时啊 这个很重要 要这样子去思考 呃 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啊 我稍微比较比较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表达清楚了啊 就是简单的重复一下 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呢 要注意两个方面啊 一个 第一个 我们只是去了解这个轮回的痛苦啊 比如说我们去了解人类的痛苦的时候呢 我们从八个方面啊 去思考啊 人的这个生有多么 有有有哪些痛苦啊 宾有那些痛苦去了解啊 了解了以后呢 我们就就就就人 人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 然后知道这是痛苦的话 那我们自然也就会有啊 我要我要脱里轮回的啊 解脱的啊 这种啊 决心啊 自然就会有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啊 就是把自己观想为啊 一个病人啊 或者是老人或等等啊 把自己观想为啊 这个啊 就是这些啊 圣老兵死 还有我们讲的这八个痛苦啊 我们观想我自己面对 面临了啊 这些痛苦啊 这样子去观想 嗯 这个实际上我们还现在还还没有 还还没有面临这些痛苦 但是我们提前啊 去去啊 这个思考啊 就是一种训练啊 这就是像郡氏沿系啊 郡氏沿系一样 郡氏沿系 他现在还不是面临真正的战争啊 但是他是为了为了战争做准备啊 做准备 模拟一下战争啊 那我们也是 现在还没有生病 现在还没有死亡啊 现在还没有这遇到这些问题 但是呢 有一天是一定会要要面对 所以呢 我们提前啊 训练啊 模拟一下 训练一下 这些东西来来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样去超越啊 就这样子 所以把自己观想为啊 这个人的生老兵死啊 还有就是把自己观想为啊 东吴啊 观想为东吴 然后就是观想啊 这个相互残杀啊 被这个人类啊 拿来啊 这个干 让他们干活啊 受各种各样的折磨啊 等等啊 就是我们观想啊 这个两个 两个啊 不同的观想的方法 还有一个呢 除了这个观想的方法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啊 这些这这两种观 观想的这两种思维的方法 叫做呃 修轮回的痛苦 还有一个叫做轮回痛苦的禅定啊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 就很累的时候呢 就听下来啊 听下来啊 听下来这个啊 就听下来啊 就在这个呃 比较平静的状态当中啊 按住什么都不像啊 什么都不像 然后呢 啊 这个修习好了以后 就也就是说 开始开始有扎连的时候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 呃 不再按住了啊 开始去 再再去思考啊 这样子 这个修行的啊 前面啊 修这个啊 毕鲁七发呀 排除无旗呀 发菩提心啊 这些 还有修行的 结束的时候呢 回想啊 发源啊 等等啊 啊 这些 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 僵果了啊 这次就不需要再讲 具体的这些 呃 这些 这些前后的这些方法 我们不需要再讲啊 那我们 在座的人当中 可能也许有中间 进来的 少数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 要去 看一看啊 我们曾经僵果的这些 呃 这些 视频啊 看一看 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度一下 回灯之光啊 回灯之光的 第二 讲得很清楚的 呃 然后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比如说 鲁七发呀 这些 如果有点不太清楚的话 那我们可以问问 问问这个师兄啊 呃 我们讲了第二个啊 昨天讲的第一个 人类的痛苦 今天我们讲第二个就是 动物的痛苦啊 我想这两个是我们最容易能够接受的 因为我们经常都能够看得到啊 看得到 天天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啊 就不像低语的痛苦 不像恶贵的痛苦 没有离我们这么的这个缘啊 呃 这些我们天天看得到 听得到的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感触啊 比较神 嗯 所以我们先啊 这样子去思考啊 先去思考这些 然后思考了以后呢 有可能我们思考了这个人类的痛苦 就已经有了处理性啊 有处理性啊 如果人类的这个这个痛苦 我们思考了以后呢 我们不觉得什么什么痛苦啊 不觉得痛苦的话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一下 动物的痛苦 那动物如果我有一天啊 编程了动物的话 那痛不痛苦啊 呃 如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痛苦的话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啊 思考 那我有一天编程了恶贵 呃 痛不痛苦啊 还是觉得不太痛苦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 观想一下地狱的痛苦啊 那我们有一天编程了地狱 那我痛不痛苦 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那确实是轮回当中没有痛苦了啊 这样子的话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啊 可以提问题 嗯 嗯 敌礼相师 嗯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嗯 中观是显中的教法 如果文思了中观的法药 并在座上实修 是否可以直接证悟 中观的空性境界 如果可以 是否就不需要修四前行 五家行等前行法 要证悟的话 需要修前行啊 如果没有修前行的话 很难证悟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啊 如果没有修前行 有些时候呢 也有可能 短 这个临时的证悟啊 稍微就有一点体会 这个有可能的 但是 因为没有基础啊 就是因为没有修前行 所以这种真无呢 很快就会消失 啊 很快就会消失的 所以 必须要有 要有基础 谢谢上师 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请问上师 动物是否可以修行 呃 比如说一些 有灵性的动物 还有三恶道的众生 例如鬼道众生 是否可以修行吗 呃 六道轮回 除了地狱以外 他们都可以原则上 如果条件成熟的话 他们都可以 可以 修行 呃 呃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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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 罕见的 所以一般的动物 没有修行 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请问上师 我在守八关摘戒的时候 犯了戒 是否要在念金刚萨夺 四十万遍以后 才能够重新受戒 这样子最好 最好是这样子 对 如果重新受戒 前继续守持八关 先暂时 先暂时就是 积蓄啊 然后呢 到时候 有守这个八关摘戒的时候 去去守 去重新守 暂时可以 可以积蓄以前的 谢谢上师 嗯 还是一个现场问题 丁丁上师 呃 上师您好 我很爱玩 网络杀人游戏 听说会在阿拉耶时 种下种子 如果下意识 我再次投身做人 会不会因为这个种子 而 而去杀人 有可能啊 所以要注意一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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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太投入啊 如果很投入的话 有可能的 嗯 观修轮回时 会散现出 霞满和无常的法义和观想 请问是可以穿插 穿插观想吗 什么穿插观想 他就说 什么跟什么穿插观想 就说他观想一个法义的时候 会有时候出现其他 比如说在观想轮回的时候 会散现出霞满和无常的 这样子就不是 这样子就不一定 这个效果不一定好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坚持 继续修 比如说我们在修轮回痛苦的时候呢 在这个中间就不要修其他的 就把就如果中间出现了什么霞满难得 就不要去修 直接坚持修这个 当时他所修的地容 佛陀告诉我们万法唯心造 一切现象都是新的幻化 或者新的投影 因为我们的执着实在是太强了 就认为是 有能取 有能所二取的分别 人做梦 虽然能体会到这一点 的确没有真实的梦境 都是来源于新 请慈悲开示 我们应该读 读些哪些方面的经论 才能够对一切都是新的幻化 产生定解 卫时宗 卫时宗的这些经典 是最好的 还有除了卫时宗以外 中观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大元门也可以达到 但是这种情况 讲得比较多的是卫时宗 这是上海师兄的问题 上师在讲 修无常的时候提到 在无常的感受中安住 但是今天却没有讲 在轮回痛苦的感受中安住 却说在平静的状态中安住 可否解释一下 这两个都可以安住的 这是现场的问题 灵力上是持咒的时候 心境是什么样的状态 睡眠中持咒好吗 睡眠中持咒啊 睡眠中能持咒的话 也有功德的 然后持咒有什么样的心态 有很多很多种 有观象的呀 发慈悲心的呀 很多 这个就具体的就是要看 这些咒的修法 这些比如说金刚萨多的 它有金刚萨多的修法 金刚萨多的修法里面 要求我们怎么持咒就怎么持咒 还有一个现场的问题 请问上师 历史上伊斯兰教入侵佛教 为什么佛陀是最高智慧 最高的法 还会被智慧 级别都不如的外道破坏 这是我们的业力现前吗 这个是业力现前 也可以这么说 这是一个网络的师兄问 弟子还想提醒上师 能否结合密法的观点 为我们传讲达摩大师的 悟性论 感恩上师 以后再说 先好好秀吴嘉欣 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弟子现在对过去特别的后悔 很想好好忏悔 那么现在就可以修 不共前行的金刚萨多吗 还是要按照次第 修完了共同前行 才可以修五加星 对 一般我们先修四加星 然后再修 以后修五加星的时候 就修禅灰 但是呢 如果想禅灰的话 那也在中间可以穿插一些 金刚萨多的修法 也可以的 他又问 可是又听说念百四明 一定要经过灌顶才可以念 如果没有灌顶 就是自己念 是不是没有用 念金刚萨多呢 没有灌顶也可以 也可以的 但是如果要修 这个五加星里面的 金刚萨多的修法 那就是要灌顶 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如何面对背叛和被出卖 被欺凌等痛苦 是什么样的业因果 这有很多因果吧 我也不清楚 具体的啊 但是就是 所有的这个国 它就有一个相应的因 那就是 它可能是过去做了类似的事情 就有这样子的果报 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请问上师在打坐时 观察修半小时 安住修半小时 这样安排是可以的吗 按住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就在中间几分钟 两三分钟 五分钟就可以了 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之前有师兄给我结缘了一些秘法的书 像大圆满心性修西 修心八送等等 自己也得过灌顶 请问上师是不是得到灌顶的人 都可以看秘法的书 还是一般的 一般的秘法的书可以看 但是这些大圆满的 具体的这些修法 以后有人讲的时候看 那就虽然是灌了丁 但是这些具体的修法呢 可不可以看 那原则上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是先不要砍 先砍了以后呢 到时候修的时候 有些时候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先不要看 他们是不是必须要得到法本的传承 这样看比较好 是 密法都是这样子 第一个需要关钉 然后第二个就需要传承 有了这两个就可以听了 可以看了 这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做一个在家的居室 能否穿出家人的法衣 因为知道对于法衣应该恭敬 如果以恭敬心和希望能够消除一些 一切贪憎思念和以发菩提心的这种发心 而穿上师的法衣修行和打坐 是否可以 这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自己特别特别有信心 就是穿一下两分钟三分钟 应该是没问题的 想感受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弟子现在学佛以后 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私 心胸狭窄的人 有时候会因为看到自己是这样的人 会对自己非常的失望 请问上师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把自己的心完全打开 完全的接纳众生 现在要这样的自己 让我感觉到很痛苦 这个第一个就不需要失望 第二个也不需要感到痛苦 本来就是这样子 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要修心 他如果不是这样子 那没有必要去修心的 所以这个没问题 只要能够修心 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都没问题的 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请问上师 录音念的普阿法能否超度王者 因为看到一篇文章写 学院的明慧比丘尼的父亲 因为听上师念诵的普阿法 而有了往生的艳象 普阿法如果自己修得好 然后呢 这个超度的这个人 他也有一定的这个对普阿法的了解 这样子的话呢 有帮助 有帮助的 但是能不能完全超度呢 还是要看超度的人的修心的功夫 要看他的功夫 那为什么录音 他说的是录音啊 录音 录音很难啊 录音可能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录音的 比如说佛号 念佛吉 这些方式有功德 有功德 对望之士有功德 有帮助 但是通过这些去超度 我觉得可能很难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请问上师 弟子念诵 地藏经 心经等经文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请问这是否有必要 有必要 但是啊 如果是只有 比如说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只能寄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这个一个小时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用在这个连经上面 没有修心 这样子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时间要好好的安排 少部分的时间用来连经 大部分的时间 安排给这个大佐 他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上师 他 我自己有一个铺面 住我铺面的商家 卖观赏的乌龟 也卖放生的乌龟 像这种 有一些不如法的这些行为 请问这会不会给我自己带来恶业 他卖什么呢 卖放生的乌龟啊 卖观赏的乌龟 观赏的乌龟啊 从物 对他应该不会带来什么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定理上师 弟子是在残修九主的学员 我现在用了一年的时间 学习了残修教材 一册和第二册 接下来是重新学一册和二册 还是学习第三册进入实修 第三 第三 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看到动物因伤病而痛苦 又医治无效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他实施安乐死吗 安乐死很难说 我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呢 还是不要安乐死 因为这个是属于杀生 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开闲解脱道中的 移轨顺序是 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因果不虚 轮回痛苦 我们现在第三个加行 是轮回痛苦 那么观修前的 那段移轨是念到第三段 因果不虚 还是念到第四段 轮回痛苦 轮回痛苦 念到轮回痛苦 还是一个网络问题 如果修人生的痛苦 已经升起了出离心了 还要往下修动物的痛苦吗 如果已经有了出离心的话 那这个目标是大早了 但是呢 因为要全面地了解一下 象征性的还是要修一下 还有一个网络的问题 自己曾参加菩提学会的 加行班的学习 但是共同四加行 虽然完成了 但自己当时因为不会观 所以修得不好 现在正在参加菩提学会 正科系密法班的学习 现在很想重新再修一遍 前行部分 因为听得晚 所以前两个修法都未修 可以从 可否从轮回痛苦开始修 同时在补修前两个修法 可以吗 如果 对 如果准备重新修的话 那就是 那就是从人生难得开始修 再修一遍 非常好的 上师我再问一个问题 现场师兄问的 请问上师 思维轮回的各种痛苦 会不会在心里 种下不好的种子 没有不好的种子 本来我们就在轮回当中 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师兄他说 他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 但是他对佛法 具有非常大的信心 他觉得 所以说他不准备 买医保 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宝藏 他觉得这样子 他问上师这样做 他这样的做法 卖什么 医保 他说是不是要不要买医保 是不是 要卖 要卖 还是一个现场问题 上师 请问如果是怀孕呢 能否磕大头 这个要问医生 然后他问还问 家里如果请的佛像 是否一定要装葬 要装葬 还是一个现场问题 顶礼上师 有一种说法是 别人心里对你的认同 就是积聚资良 自己要修行成佛 就要在世间改习气 做让别人认同的事情 修信改命 这已在近处修行 矛盾吗 请上师指导 自己的修心 别人的人同不认同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把处理心 菩提心 自己按照这个 珍贵的这个引导文 去做的话 那别人认同不认同 都没关系的 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他说我喜欢看抗战片 看到鬼子被杀掉 就很高兴 这样是否不好 是否犯戒 他问这样 是否犯戒 犯戒啊 犯戒不会犯戒 但是杀人 不管是谁 都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说 不能欢喜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他问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动物得到解脱 比如说宠物等等 就是要给它念佛 我们方省的时候 念的这些佛的名号 还有一些周语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给他们念 还是个现场的问题 灵力上师 六道轮回中除了人道以外 其他道的众生能够了解自己前世所造的善恶业吗 能有前世的记忆吗 比如说恶归刀 就它有一点神通 他们可以 有些时候可以知道 他自己的前世 还有天人就有神通的 天人有神通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鼎鼎上师 如果手机里存有很多巨德上师和下载的佛菩萨的照片 如果因为换手机或者内存不够删除这些照片 会有过失吗 应该没有问题 手机上没有这样子的图 它下载到手机上的 只有零和一这样子的数字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如果面对协盈的对劲 心里很脆弱怎么办 心里很脆弱怎么办 要修心 最好是修这个 四家心 五家心都有帮助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鼎鼎上师 请教上师 如果身体疼痛的时候 应该念什么咒 能够减轻 没有什么念咒 可以减轻的 但是修 但是修心是有帮助 是 这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鼎鼎上师 请问上师 如何才能够做到 不发脾气 伤害家人 这个第一个问题 比如说 修禅丁 修慈悲心 都有用的 都有用 好 我们现在做回乡 我本身体疲累 非常感动 我们今天做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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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